如何知道自己有往球肘 我们的左手把手掌往下压 右手大力往上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手肘 外侧有一个肛骨外伤科会疼痛 就代表你有往球肘 四个动作让你缓解往球肘 第一个动作是我们把我们的手掌这样往下压 来放松这一段升级 第二个动作呢 则是我们尽量做一个掌心朝上的动作 第三个动作则是我们做 手掌上下屈伸的时候 我们来按压我们的肛骨外伤科 以及手三里屈 手三里屈要怎么找呢 我们把我们的手肘曲起来 就在往横纹往下三根手指头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上下的动 第四个动作最重要了 我们可以拿一个水瓶 然后把我们的手掌这样子的往上伸 这样往上伸的过程中 就可以训练我们手臂伸肌的力量 就比较不会往球肘